當局早前開始全民派發防疫服務包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在電台節目表示 市民收到後應該在一個星期內每天都進行快速檢測 因為現在的日均確診數字維持在三千多宗 反映社區內的病毒仍然活躍 越多人進行快測就越早找到確診的個案 他說服務包內有20個KN95口罩 已經夠貼面,可以有效防止漏氣 市民在佩戴後不需要再在外面戴護口罩 對於專家即將會開會討論接種第四針的安排 何柏良建議專家要清楚地劃出界線 講明完成基本接種的條件 又建議在安心出行的電子針卡中 加入個人化的功能 在接種有效期介面時 提醒用家要去接種下一劑的疫苗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